我們也可以吃宜活,因為我們也可以吃宜活 我們可以吃宜活,就會很便宜 我們可以吃宜活 在第一次,我們可以吃宜活 我們可以吃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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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鑪鑪鑫鑰鑰匙 退府會行政院民進黨黨部 我們已經去過各地的陳情 但我們大觀世間自救會 卻一直沒有得到實質有效的回應 所以因此我們在去年的5月4號 大觀世間自救會 前往行政院長林淳住家 我們希望可以跟林淳院長見面 來表達我們的訴求 來釐清我們的破千真例 但是在現場 我們立即的遭到大批的維安人員 押制 排除 那結果我們在事後有10位 身邊的居民收到傳訊通知 我們以妨礙公務以及強制罪被告 那後續呢更有6位 遭到妨礙公務以及強制罪的起訴 那今天就是我們的第一次開庭 我們到處存檢抗議 我們到處存檢抗議都沒有接到那個 立正堅持也沒有得到任何的回應 都讓我們百姓居民 過得非常不安穩的生活 睡不著 出不飽 出不下 讓我們居民每天都 一哭無淚啦 非常的痛苦 這一次很重要 所以我只好說三次 居住權跟財場權是分開的 居住權跟財場權是分開的 意思就是說就算我們今天大關居民 非正式住居上面的居民們沒有那個地方的所有權 但是他要在那邊居住 他在這邊已經這麼久了 形成了那一個社會網絡 在這邊有對地方大關社區的依賴性 這種東西不是說你今天說趕走就可以趕走 在前幾天5月4號 我們大關事件自救會與退府會的協調會中 當我們自救會提出 我們希望可以以原地安置的計畫 來進行安置方案 卻遭到退府會副主委李文中一再的拒絕 他並且在當場 以非常嘲弄的口吻對我們居民說 這不是你家啦 地不是站久的就是你的 這種強化非正式住居污名的說法 來嘲弄我們居民 並且在我們拿出承諾書 希望副主委李文中可以簽下 並且同意召開 後續召開學者專家會議 來與自救會共同研拟原地安置方案的可能的時候 那李文中就會迅速的落跑 快速的離席 那也拒絕於我們自救會溝通後續 學者專家會議的可能 如果你們不接受我 把你們從這裡面剝離 從大官社區上面剝開的方案的話 你們反正就沒有其他後路就走 所以大官居民才會一次一次的找各種機關去澄清 結果每次得到的東西 是法案公司的傳票 社會紀委會法的罰單 大陸公司的條例的罰單 其實法案公司的傳票 所以我們今天在台北地面這邊 我們很請台北地面的法官 請你好好的考慮大官社區的居民 他們抗議的這個脈絡 民進黨政府他在選前 他是以進步與人權等形象 來取得執政權利的 因為他選前他也說他必須要來保障 他跟馬英九政府不同 他必須要來保障弱勢群體 他必須要來保障人民的言論自由 必須要來保障人民的集會遊行權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從民進黨政府執政以來 他不僅對於國土爭議案件 對於破遷案 他不去檢討長期以來 國土活化 住宅政策失能 所導致的破遷爭議 他似乎也忘記了 在國民黨執政時期 抗議非常頻繁 民進黨政府 甚至常常去支持 滑光社區 支持苗栗大鋪愛 說他深遠土地議題 說他關心非正式住居的議題 說他要把街頭還給人民 說人民不應該離政府這麼遙遠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的 就是我們城抗 面對我們的有形的就是城城的巨馬 以及優勢的警力將我們排出 無形的就是一張一張傳訊控制書 說你又違反妨礙公務了 說我們又要繳 這位秩序維護法的罰單了 所以大家幫忙 說李宗盛 我們去圖 和李宗盛 谢谢观看